众所周知,婚育率下降是现在很多地方的心头大石,某些地方的天价彩礼同样也为人们所诟病。于是,有人很机智地想出了一个对策。最近江西某地召开了一场士林未婚女青年座谈会。出席会议的是当地数十名未婚女性女青年。至于内容,则是要求他们集体签订,抵制高价彩礼承诺书。 根据报道的内容,这场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倡导婚嫁新风,助力乡村文化振兴。全都是非常宏大的话题。但落到实处时,执行起来的荒谬程度,让人有点不敢相信。且不说这种保证书有没有法律效力,就算真的要签,女青年们本人又有多少话语权呢?如果是真的要倡议,那就应该找他们的父母来开会,让他们集体来签承诺书。 但很显然,这个主意,光是想想,就很魔幻。估计相关部门,也考虑到这一点,才没在老一辈身上白费功夫,转而对准,比较好拿捏的年轻人。 但无论怎么做,都不可能有什么实际效果。从另一个角度,也不难看出,有关部门,确实很着急。 这几年,江西天价彩礼,在网络上,话题度非常高,某种程度上,已经影响了江西的形象。 而在去年,江西省就发起过一个,为期三年的,一封一族专项行动。 上面的承诺书活动,正是这个专项行动的,其中一部分。 一封一族的动机,自然是好的。 问题在于,落实的方式,实在太过简单粗暴。 大概率就是为了应付领导,而做出来的。 只是没想到,意外地在网络发酵,一下子吸引了,众多网友的目光。 其实,任何的宏大话题,都不是靠一两场会议,几声倡导能解决的。 与其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活动上,浪费人力物力。 还不如干点时事,至少可以让老百姓获益。 通过这个话题延伸,相信很多人,都会有疑惑。 江西的彩礼,为什么这么高? 其实放眼全国,从南到北,很多地区,都有高价彩礼的现象。 但在网上被骂得最惨的,估计就是江西了。 一直以来,江西被戏称为,存在感极弱的省份。 可一讨论彩礼话题时,江西就会被抬到,无可争议的Z位。 如果对比,全国各地的彩礼,江西的彩礼,确实比较高。 2020年,有媒体调查了,全国约1800多个样本。 结果显示,江西的彩礼金额,位居全国各省份第四,排在浙江黑龙江福建之后。 平均金额为11.2万元,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.9万元。 一项在江西部分农村的调研也显示,这里的农村盛行高彩礼。 结一次婚,有61%的男方家庭,付出10万元以上的彩礼。 8%的受访者的彩礼钱,更是超过了20万。 十几万的数字,在人均年薪百万的网络上,可能不算多。 但要知道,2021年,江西居民,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,不过3万元出头。 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更低了,只有18,684元。 相当于每个月,可支配收入只有1557元。 动辄十几万的彩礼,对他们而言,自然是个沉重负担。 而且,江西越穷的地方,要的彩礼,反而还越高。 比如江西省会南昌,市区的平均彩礼,约为12.8万,到18.8万元。 但南昌底下的县域,彩礼水准,要高于18万元。 一些县城里的农村,彩礼还要更高,光是起步价,就已经超过20万。 这样的高彩礼,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。 对南方家庭而言,最直接的问题,自然是经济压力。 许多父母,年轻时,要拼命挣钱带孩子。 儿子长大了,他们依然要省吃俭用,甚至不惜背上债务,也要凑足彩礼钱。 最讽刺的是,2021年,江西有的银行,甚至还推出了彩礼贷,最高可贷30万。 因为这样的高彩礼,网上很多言论,将矛头指向了江西的女性,骂他们势力败金。 但江西彩礼高,真不能说是江西女性的锅。 在过去,中国的彩礼,其实并不高。 和现在的,明码标价相比,以前的彩礼,更像是礼物。 南方提亲时,会送些棉被家电等物品。 但随着,经济社会的发展,彩礼开始水涨船高,甚至一年一个价。 江西也同样如此。 改革开放后,一些农村的彩礼,从几百上千,不断攀升到几十万。 而彩礼越来越高的一大核心原因,便是男女性别比失衡。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,江西省90后的男女比例,达到了惊人的120.8比100。 是全国性别比,最失衡的省份。 而这些90后的年轻人,正是现在结婚的主力人群。 如果用经济学的话来说,江西女性处于妥妥的卖方市场,人均皇帝女儿不愁嫁,要求自然也不断升高。 如此一来,就导致江西男性结婚时的竞争,远比女性要激烈。 为了提高竞争力,没有别的筹码的男性,就只能付出更高的彩礼。 此外,江西高彩礼的另一大原因,在于经济。 改革开放后,中国各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,大幅增加。 许多人离乡背景,前往经济更发达的地方,打工挣钱。 而江西,正是一个,人口流出大省。 江西虽然临近广东浙江等经济强省,但自身并不富裕。 江西周边的省份,也被戏称为,还江西经济带。 因为与他们相比,江西的经济,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,都是最低的。 为此,很多江西人自嘲地说, 江西就有一点好,去哪打工都很方便。 这样的经济条件,使得江西人口外流相对比较严重。 江西统计局显示,2020年,江西有着817万的外出农民工, 接近江西全省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。 2021年,江西禁流出人口达到了500万以上。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,去了经济更好的地方工作生活, 甚至在当地结婚定居。 另一方面,江西的高校资源,也甚至贫瘠。 江西仅有南昌大学,这唯一一所211院校, 好点的一本院校,也没有几所。 2022年,江西高考报名人数为57.48万人。 很多学生,都是在外地读的大学, 其中就包括,大量的女大学生。 无论是打工,还是上学,出去见识多了, 想要再回来,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 我们知道,男女结婚找对象的方式,有着比较大的区别。 女性结婚,往往向上匹配,会选择经济条件比自己好的, 而男性则相反。 这样就导致,江西男女性的流动,是不对称的。 江西女性,特别是农村女性,会外嫁到城市或者外省。 而一个农村男性,就很难外娶。 于是人口的流动,进一步加剧了江西内部, 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性别失衡。 女性也因为自己更有优势,敢于要更高的彩礼。 甚至,高彩礼还成为了一些女性,面子的象征。 彩礼说得高,才代表自己优秀且被看重。 不说,反倒显得自己,会比别的女生差。 从某种角度看,通过彩礼,在两性资源权利,分配不平等的现实上, 倒是达成了,某种的微妙平衡。 其实,问题的根源,并不在于彩礼本身。 所谓彩礼的本质,通常有两种说法。 有人会觉得,彩礼是对女方家庭的补偿, 也就是暗示着,女方结婚后,就是男方家的人了。 所以男方有必要,拿钱补偿给女方父母。 也有人认为,彩礼实际上,是从男方父母那里,继承财富。 许多女生拿了彩礼后,也会作为嫁妆,用于新婚家庭的开支。 男生也会享受到,彩礼的好处。 从第一种说法来讲,中国社会,至少在目前,依然还是一个父系社会。 尤其是在农村,人们还普遍强调亲外之分,区别本家人外家人。 女性成婚后,大部分也要为男方家庭,付出更多的精力。 只要这样的观念,一直有生存的土壤。 哪怕女儿,也能赡养父母,也照样有人,无法对子女仪视同仁。 这种观念下,想要彩礼消失,是很困难的。 如果换成另一种说法,彩礼是对新婚家庭的资助。 彩礼也同样很难消失。 随着这十几年,房价收入比的增高。 中国年轻人若要买房,成立新的小家庭。 许多人在经济上,更是高度依赖父母的资助。 彩礼,只是其中一种形式罢了。 而且,因为文化观念,男女收入差距等原因。 许多人还是认为,在婚姻中,男方有能力也有义务,付出更多看得见的经济成本。 这就使得,哪怕女性不要彩礼。 但还是会强调,男性要提供更多的物质,比如房产与车子。 这些东西,究其本质,何尝不是另一种彩礼呢? 再加上短时间内,难以扭转的性别比,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,都会使得彩礼,不可能真正消失。 归根到底,婚姻从来不只是一种亲密关系,更是一种财产关系。 我们当然希望,婚姻能保持浪漫与纯粹。 但在如今的社会里,能毫不在意物质基础,就走入婚姻的人,绝对是凤毛麟角。 的确,高价彩礼,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。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,彩礼问题,牵涉到,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单纯把责任,推到这些女性的头上,或者要求她们签下保证书,就能解决问题吗? 显然是不能的。 这样做,只会让矛盾更加激化。 呼吁这些女性拘收彩礼,客观来说,并无异于她们。 这种呼吁,其实也是带有道德批判的。 在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,没有实际改善的情况下,甚至会将她们推向更狭窄的生存空间。